大家好 我是韩国人 我们是打假和讲 然后就在这阵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广为讨论 也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个新崛起的一个大国 到底这个美中会不会进入到一个休息抵德的陷阱 非常多人都在讨论 但是韩国人对于这个休息抵德的陷阱 虽然过去的历史来看是这个当时的雅典崛起 那斯巴达感到威胁 所以当时他们爆发了流血的战争 但是韩国人有一点不认同这里面的含义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 这一些就像韩国人讲 这个西方人的特性跟东方人的特性 我们中国人特性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常讲比如像台湾 韩国人从小长大常常都怎么样 尊师众道 这种非常的有礼节的一个教育方式长大 然后也常常听到老师或者是这种主管之类的 真的 所以我说台湾就很像中国 因为我们最常听到这些长辈们交代我们什么 不要跟人家冲突啊 不要去算了啦被骂了不要去理人家啦 都会有这种观念我们从小到大 我相信在大陆也非常多朋友 也是认同我们这种观念的嘛 所以我觉得美中尤其中国大陆完全不符合修习抵德陷阱的这个要件啊 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不是靠侵略不是像美国一样靠霸权 所以今天韩国人可以跟大家非常清楚的预言 或者好啦说预言也太这个未来如果真的未来的事 我们也不见得真的猜中 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如果美中真的爆发冲突 这个爆发点绝对不是中国大陆先发起的 这是我们身为中国人非常清楚我们自己的特性 所以用修习抵德陷阱说这个美中的关系 未来会不会进展到那里 我个人打上一个大问号 我相信认同的朋友也会非常清楚的认同 因为我们就不是靠侵略人 但是美国是西方国家不是一直把 这些所谓的军舰或者是航母开来南海 开来一个离他那么远的地方 只有谁会说好棒棒 只有像台湾这种这一群背骨的汉奸们才会说好棒棒 这种台独笨子律笨子 所以啊就在美国啊 不断一直希望设下很多的这个什么 要逼路方出手 或者是拿任何的一个傀儡当做什么 当做他们操纵的棋子之下 今天台湾又出来一个非常大内宣 又是甘愿做人家棋子一篇非常好笑的新闻 也就是布林肯啊承诺邀台湾出席民主峰会 然后推动参与四位 那这个又是哪一家报道 也就是台湾的官媒中央社 所以他内文就写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出席国会听证会 有议员询问他是否承诺推动台湾参与四位 邀台湾出席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等 布林肯一口答应 并赞许台湾强健民主政体和科技重镇 但是各位你看看短短的这几句啊 里面就非常多怎么样 非常多台湾长期用这种欺骗式的大内宣说法 其实啊更仔细来说应该是什么 联合报报道的这个标题就比较精准 他说议员要求挺台入WHO出席民主峰会 那布林肯说绝对会这是他的标题 但是他内文就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反正就是刚刚韩国人讲的出席这个会议 然后啊这个加州的韩裔众议员啊 金应玉啊 他就是关切美国对台湾支持与美台的关系啊 那金应玉表示啊 数十年来台湾是美国宝贵安全与全球公卫伙伴 讲难听就是一个棋子啦 台湾对国际社会贡献良多啊 本身是强健的民主体制 李当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获得席次 以分享台湾的公卫专业 那金应玉说啊 他要敦促拜登政府邀请台湾 参加美方接下来举办的民主峰会 并与台湾启动自由协定FTA的这个谈判 他说我希望你能承诺在这个议题上努力 布林肯说绝对会 各位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跟中央社会跟台湾的官媒报道 完全不一样 懂Mega的人就已经听懂了嘛 非常模糊就是美国常常做 就是韩国人常讲的渣男理论嘛 对不对我好爱你我好爱你 那你要不要娶我我会努力 是什么答案啊 哈哈哈哈 但是啊你查一下这所谓的金应玉啊 这个韩裔的这个议员啊 之前我们这个住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啊 还特别 Po说这个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啊 祝贺台湾 这个牛年快乐 所以你要知道啊 这议员啊本身跟台湾的关系啊非常好 所以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办事处的官网出现嘛 对所以各位清楚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台湾长期的大内宣手法嘛 为什么韩国人今天就直接跟大家讲 斩钉截铁讲大内宣 因为你只要知道布林肯这个新的国务卿 最近要做什么事你就完全懂啦 你知道布林肯在这几周会做什么事吗 也就是他会访问日本还有韩国 这也是布林肯首次来访问亚洲 那当然啦访问日韩也是怎么样 当然他们到时也要去讨论 这有关这个战略的问题嘛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尤其又加入在RCEP 那这一次的中国大陆几场大会之中 也讨论到什么 也讨论到要希望能加入CPTPP 这也是未来美国要做攻防的一大战略 所以布林肯必须要跟日韩去讨论 但是各位 如果我们依照我们台湾官媒刚刚所讲的说 布林肯承诺邀台湾出席民主峰会推动参与世卫的这种干话 那我就问那为什么他这次只去参访所谓的日韩啊 这金英玉讲的好像布林肯都一直点头说 台湾是很好的朋友啊讲的多棒啊好棒棒啊讲的那么多 达到要蔡政府可以拿来或者台湾绿媒可以拿来大内宣的资料以后 那请问一下真的实质上布林肯你都来了亚洲耶 那台湾你们一直说防疫很棒啊对不对 而且蔡政府也不会让你隔离啊对不对 上一年美国一堆官员来跑来啪啪招 管美国疫情多么严重 你来他们绝对让你礼遇哇绝对放鞭炮啊 那为什么今天不来台湾吗 韩国人就问这key point就好 讲了那么多对不对说台湾多棒 对啊那这一切不就是给我们这些媒体给蔡政府 拿来当做大内宣的素材罢了吗 而且最好笑的来了要去看日韩 啊这次又要见中国大陆天哪各位朋友 那今天啊在人民日报啊也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军事 也就是中国外交部啊说啊杨洁篪跟王毅啊 将同美方啊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然后内文就写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 因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委员 还有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还有国务委员兼外长 这个王毅啊将同美国国务亲父林肯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于这个3月18日19日啊 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决青 绿营 啊 今天台湾官媒才大量的报导说 布林肯帮台湾进入所谓的世卫 这个我相信特朗普川普政府已经不知道讲过N万遍了 没有啦他们已经退出世卫了 拍谁拍谁拍谁我讲错了 哈哈哈 但是啊 Keep point 来了 今天大家看完这个大内宣 然后再去看看中国大陆的新闻 你会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啊 人家除了见日韩以外 结果也要跟中国大陆高层战略对话 何谓战略对话啊各位朋友 台湾的问题会不会在他们这次战略对话 这个拿出来 当然会啊 你懂的人你也知道嘛 当然会拿出来啊 那结果蔡政府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蔡政府角色只能自己宣传自己告诉台湾人说我们好棒棒 啊美国好肯定我们 结果最后谈谈我们的人 竟然不是我们自己官方的人是中美 是所谓的中国大陆跟美国高层 这是什么鬼啊各位朋友 所以你说今天中美真的会到休息抵得的陷阱里面 为什么我打上问号的原因在于 美方也不敢这样去玩啊 你以为是怎么样 现在这年代来说大家都有核子弹了 中国大陆的这个东风也摆明怎么样 如果真的跟美国之间有冲突 哇直接射到关岛是不是很容易 对啊那个距离觉得够嘛 中国大陆除了前阵子已经跟慕林肯 当时杨洁篪已经跟他有过对话之下 当时也是把台湾问题拿来讨论 那这一次也是可能要把台湾问题拿出来讨论 但是key point就在于 完全没有台湾的席位 完全没有蔡同学坐在旁边 啊像个乖女儿在那听 哎对不起哦 乖女儿也没办法坐在旁边 你只能在家里 然后继续写你的大内宣文章 哇 可能到时绿媒又在那说啊 杨洁篪 跟王毅啊 跟这个布林肯谈啊 哇两个可能 哇谈的这个各说各话啊 然后 各自交锋自己的问题啊 然后布林肯还是 希望能坚守台湾的地位啊 对不对 我相信接下来台湾的媒体就是看到这些内容 韩国人大概可以帮你们预言一下 所以最后韩国人想告诉各位啊 两岸加上国际加上中美 这两个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之下 连美国 这一次像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里面提到中国大陆非常多 时就里面有提到一个台湾 哇马上我们的媒体就写拜登支持台湾 你知道这种是什么样的心态吗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做成这样 第一 没自信就算了 第二没有政绩嘛 所以只能去挖政绩啊 告诉台湾人我好棒棒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一切一切国际在怎么运行 台湾就很难得知 现在台湾人只能去怎么样 要从井里面努力爬出来 你才有办法看得到讯息 那但是一堆人不愿意从井里爬出来 就是这不得心 所以大内宣有用 那继续骗还是有用 那接下来要进入到选举 又要在那抗中还是有用 所以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你看着中美两个继续在那 啊你扎我扎 两个互相扎眼睛 那台湾人家 多悲哀呀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然后还要继续被骗下去 被自己的人骗 可怜啦 结束